小人呢 让我们到宝贝处 好 走 别管碎碎 走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走走走 我搞错了 放开我 三更的炒绳呢 什么意义 我认识他 我就是找他的 你跟他认识他吗 袁小萌 这家别墅的保姆 保姆 他是这儿的保姆 你来找他干什么之家 这跟你有关吗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 这位女士不是这里的保姆 你连她是什么人 你都不知道 骗过门卫潜入别墅区 我们就有权请你到保卫部 行了 他不是保姆 他是什么呀 他是谁 好了 你们放开他吧 袁女士 对不起 我们必须得问清楚 他是来干什么的 他出任何问题 我负责可以吗 好了 辛苦你们二位 来 小萌 走 哎呀 小萌 小萌 你真行 你都已经成了凌晨三点钟的不速之客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不是这里的保姆 你是你主人吧 这个房子 好 我告诉你 这个房子呢 是庚农集团公款买的房子 你说 我是什么人 公款 对啊 之前我无家可归 是陆庚农让我住这儿的 有问题吗 要不要把房产证给你看了 陈墨 这天都快亮了 要不你坐这儿坐会儿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把人交出来 什么人 林乔 还有那个王丽 林乔 林乔 怎么会在我这儿 王丽又是谁啊 我亲眼看见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拖了两口箱子 到你这里来的 林乔就在那个箱子里 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 什么男人女人的 我是拖了个大皮箱 那是我去我之前租住的大杂院 把东西取回来 有什么问题 好啊 陈 跟踪不老 站住 陈墨 你干什么 站住 你干什么 快快快 你觉得这箱子能抓人 你找什么 太过分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我可以马上报警 你把他们藏哪儿了 林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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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小沫 我刚才被人打晕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我龙山庄 你快点过来 你就在哪儿等不着我 我马上过来 好 吓死我了 林佳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 没事了 是袁小沫把那个女人给藏起来了 他跟陆克农是一伙的 哪个女人 王丽 我让你跟踪的那个王丽 我是跟着她的车 然后到了大杂院我就跟着她进去 可是我没看到她正脸啊 她进了房间 我看见房间里有两个男人 我就想上去看一下 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 我一转头就被掐住了 我就晕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之后 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我还特意去问了房东 房东说那房子是租给袁小萌的 还把袁小萌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了呢 确实就是袁小萌啊 不可能 灵巧 真的不可能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看见那个王丽了 他是先去找的陆跟龙 然后发现被我们跟踪了 他就去找袁小萌了 是袁小萌把他藏起来的 然后袁小萌假装从大杂院刚刚搬回来 他们设计得天衣无缝 陈默 我愿意相信你 我也相信王丽的存在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你说对不对 小萌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敢告诉你 我回国的第一天 就被他们绑架扔到金牛坝壶里 差一点就被淹死了 这么重大的事情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呢 你还是不相信我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很难相信别人 好 那我现在需要知道 究竟是谁绑架了你 我也不知道 绑架我的人说 只使人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 你说是谁 肖默 我知道你受苦了 可你应该早告诉我 我可以去替你文旦的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把我吓死了 以后我的事情你都不要管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发生任何的意外 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对你下手 从现在开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不能不管 谢谢你很骄傲 肖默 你听我说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你继续去试探陆远航 因为我相信 陆远航的复仇是真的 那样 我们就利用陆跟龙和陆远航之间的斗争 来查找你父亲的死因 我现在可以向陆客灯辉报 你刚才都干的什么事情 在血运航前这个人是你是吧 我现在可以向陆个能汇报 是我没错 你还明白